无理论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发生强症 事发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 总统蔡英文4月10号下午来到花莲看灾 表示这一次来的主要目的 除了要了解救灾的进度 还要特别当面感谢救灾人员的辛劳 那么总统蔡英文表示 整个灾后重建以及安置工作 以受灾互负担最小 并且原则补合在地花莲人的需求 花莲发生强症事发至今一个礼拜 总统蔡英文特别在10号下午安台行程 来到花莲看灾 并且前往消防局第一大队新秀分队 听取消防署特殊大队长陈一峰 以及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等人 救灾与安置的相关简报 总统蔡英文表示 这一次来的主要目的 除了了解救灾进度 还要特别当面感谢救灾人员的辛劳 请政院会成立个0403花莲症灾的协调 汇报由工程会的主委 从政委担任召集人 必要的时候也会有副院长 来做部会之间的协调 会在花莲的中办 也会成立重建办公室做对口 花莲症灾募款专案的金额 已经超过4亿9千万元 这些善款将会用来协助我们灾区进行研究 紧急医疗收容安置 以及复原重建等工作 我也要请中央和地方 团队齐心合作 针对灾民的需求 包括安置生活辅助 灾损鉴定 修缩补强 拆除重建等 务必要以同理心权力来协助 整个灾后的安置重建等过程 我们希望能够让受灾户 或者是我们受灾的人民 他们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中负担可以最小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以各项我们可以动用的资源 让他们的这个灾损也好 或者重建的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也好 能够降低他们的负担 甚至于大部分由我们来筹措 总统蔡英文指出 花莲强政整个过程中最辛苦的 就是花莲县长许正伟 国民党立委傅昆奇 而关于他们所提出的相关要求 接下来都会一起讨论 务必要让整个重建过程都能顺利 符合花莲乡亲的需求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 现场还有我演员的总统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